推广划船运动台中市长辈室内划船锦标赛 这天在大理光荣国中登场 共有近20队一同较劲 除了重点学校前来参赛 同时向下扎根 这一次也规划国小组 包括从光、乐业等国小也组队参与 选手在场上卖力展现练习成果 场面十分热闹 哨声一响比赛展开 选手来回拉动拉杆 秀出准备营救的实力 萤幕上的船只也跟着缓缓前进 台湾市长辈室内划船锦标赛 这一天在大理光荣国中登场 希望进一步推广划船运动 我主要是练一千公尺 然后练这个都来做帮助 可以增加持 耐力 尽量有很多国中 包括台立国中 我们国中部这么多好 包括现在国小 国中部就在台立国中非常好的联系 包括在台湾有个季人大社 可以做一个联贯 比说厚厚厅的人 还是比较不够设计的人 包括设计好 也是同样 这个运动都没有去送到 我们的幸福 包括对我们家族都非常帮助 主办大会表示 这次共有近20队来自台中市学校参赛 除了重点栽培学校之外 这次也规划了国小组 包含崇光 乐业等国小也组队参加 扎根划船运动 今天第一次 因为这个活动 就好玩 这样滑那个会不会很累 会啊 为什么会不会 因为 因为要一直动 跳高跟牵球 然后就这样 因为练这个怎么样 还不错啊 有拉的动 然后踩的动 就是脚跟手都可以用力 台湾市目前虽然没有划船场地 但在市府及热心人士的推广下 划船运动人口逐步成长 透过以赛养赛 让选手们的实力向上提升 期盼未来在国际赛事上 能跟各国选手一较高下 为台湾争光 接下来秋风台中才能看到